金鐘、中環掠影其實是去賞花、逛逛又拍了其他東西 舊的美利樓建於1844年 原子在香港中環花園以金鐘道交隔 現在搬去哪?就是赤柱 1982年美利樓的地皮以1.2億港元 出售於中國銀行興建中銀大樓 中銀大樓是中國銀行香港的總部 我們走進去看看 設計者是美籍華裔建築師貝律明 中銀大樓樓高70層樓高315公尺 家頂上的兩個桿高度共有367.4公尺 工 triangular他平台 行車時推搭頂上另一個平台 中银大厦户外以水环绕作为改善风水之用 大厦外形为灵柱座 似节节上升的筑笋一样 大厦设计是仿照筑树不断向上生长 象征着力量、生机、绝作和锐意进取的精神 现时为香港第四高的建筑物 全球排名是第五十六位 中银大厦摆放一件由 朱敏融合文化精神与太极招数 太极系列作品之一 由中银银行走过对面是花园道三号冠军大厦 建筑师为严顺期 1995年获香港建筑师学会颁申银奖 大家一路欣赏建筑物的时候 记得订阅我 请订阅我订阅我订阅我认为室内设计 大厦的营造气氛 我们眼前的艺术品 你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节果决明古树位于美丽大厦 我穿拆不同的大厦 其实我想拍不同建筑师的风格 终于见到我想赏花的地方 走啊 走去啦 我来过两次的了 4月15号下大雨我当然是走啦 4月16号终于放情我又找到它啦 香港就只有两个节果决明 另一个就跑去老贡远的迪恩湖 我当然是近近地来中环啦 这些节果决明是桥木又名 奋花山扁斗原产地是热大的亚洲 通常就在初夏开花 我来酒店这个节果决明 2004年济身香港古树名木寒烈 那个树龄有超过70年 节果决明 相片由抽 一位师姐提供 好多谢她 节果决明 当时是生长在美丽大厦的停车场里面 据说现在的特首林郑月娥任发展局长时 推到美丽大厦美花 历排终于争取保留这棵树 可以说是救命恩人 节果决明的老树开门白色和粉红色浓墨胶菜的花朵 每次花最长得一至两米 且向中环伸展 非常之美 我们撿了去跌落的花朵 又走来拍下 大家欣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又穿过这个大厦 前身为政府办公大楼美丽大厦 而改为美丽酒店 是五星级酒店 我们看看它的妆环 我们又要去哪里拍下 就是圣约汉堂 在香港圣公会 香港岛道教区的主教座堂 看看 1873年圣约汉堂 173年圣约汉堂 圣约汉堂 圣约汉堂于1847年3月11日 由香港总督大维斯着氏专计 为香港最古老的西式教会建筑物 座堂主要由三等主流构成 座堂本身于1847年建成 是香港教古老的维多利亚时期 哥德式建筑物之一 现时教堂 已列为香港法定古迹 现时教堂 现时教堂 已列为香港法定古迹 地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这个红砖楼是前法国海外传道会大楼 现在是律政中心 其实这座大楼改名了很多次 我们走了很多大厦 接着我们又会去哪里 那你要跟着我 一路看虫鼠 一路记得订阅我 谢谢 我们走去都地里街 我们来看一套片 这个片由香港政府提供 然后我们下边的云 看不出了 现在我们下边的云 咱们下边的云 这个云 我们下边的云 我们下边的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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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订造灯沙及灯罩 现时的煤气灯由傍晚6点至早上6点亮灯 之后会自动开关 很 rare 別忘了